马从过都是你一个 跟着人说非啊 吉日们小伙伴们好 哎我是莫子 那今天呢是个举国欢庆的日子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是终于找到了新的漫画系列啊就名叫怪异弗兰 其脑洞跟画风呢更是不逊于咱们的一同中二老师啊那行了但是话不多说是正片开始 那片子一开始啊咱们的孙秃子啊就带着助理是前往到了一处偏僻的地界 那要说他这么一个富商就为啥要亲自去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就看旁边都是运煤的大卡车就那么长他要去自己的煤厂就试啥去吗我这其实不然啊 就虽然咱孙徒的出门坐车论裂生平最爱纳切资产精动商业能够买下一切啊但是采煤开矿这个行业也一直是他遥不可及的世界 那这次过来也是为了找一个名叫奥天的博士那传闻这个博士啊在外科手术界的造化呢是仅次于女娲的存在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将一死人拉出鬼门关的更是不在话下那想当年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更是效忠于生化战队动动手指这个消灭千军文吧可以说将生命玩弄于鼓掌之中是他的本性呢同样这神秘这两个字更是他的代号销声匿计了许久之后我这对件事终于有了具体的情报就所以说有求于他的孙徒子才会不惜驱车万里也要登门拜访但是好小不小的是啊 今天博士妹在家呀这敲开门一看呢这里面就只有一个名叫福兰的小姑娘看家而要说这个小姑娘啊他也是怪这浑身上下就满是缝合的痕迹这脑袋上啊他还有多刺激就假话了我孙某人这平生最羡慕两个职业画家跟咱奥天这样的外科手术专家一个是先啥样就能画啥样的一个是先啥样他就能拼啥样的就敢问阁下是不是博士刚拼出来的肉片那个助理啊那没有错啊得坏那仨子你是没说出来啊就要不然这片也甭不饿了我告诉你 我就是博士最杰出的作品小富兰啊就他不在的话就您二位大可以向我表明来意 那其实也不是啥大事是不是啊就是犬子前不久去世了哎呀妈呀听您这意思就亲人都都死了就还不是啥大事呢就怎么的一不小心说顺着把桶招走了 这你这小姑娘说话没私了我儿子前不久因为车祸去世了就虽然警方说呀是因为车速太快才酿成的惨案啊就但其实他就是为了避让突然冲出来的小孩就才不得已是撞上了旁边的电线杆你知道吗 那其实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啊我的情绪波动倒是不大啊就毕竟常年忙于工作这父子之情本就不怎么身后是不是啊就是我媳妇他有点受不了就成天可嘉那是以泪洗面就连苦带好的那太影响我的运势了是吧就所以说我才会过来求博士啊就看看能不能把犬子复活或者是把我媳妇那破嘴 给放上着吧哈哈我是看出来了你妈存存冤种呢就这么点事的话就不用麻烦博士了啊我就给你办了那说着啊咱小夫来一个情绪激动这两个眼督子啊他也就脱落了而且还正好就掉进了杯子里那你说就这个画面都好像没把孙徒的吓死了但是对此呢咱小夫拦则就表示说他说荒鸡毛啊荒鸡毛啊珍珠奶茶没喝过吗不爱喝也别骂娘啊我在床位置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那且出呢咱孙徒的本不想把这件事就委托给他的是不是就毕竟他身上的领件啊都还不结实呢就想给别人送手术啊 这就好比一个带劲的医生告诉你说激光可以致近视一样说这不扯他一下吧这就但是奈何呀现实金这个决定权啊已然是不在孙徒子的手里的说话之间呢就只见一个猫身人面的家伙是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就讲话的小夫拦可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信他准没错啊就再者说了像我这样的怪物这家里还有成百上千个你不答应这个请求俩人怕是走不出去 那没有错啊经过一番友好且富有深度的沟通啊就咱小夫来也可算是接到了生平第一个尾而当这个猫人问他啊说接下来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却说毫无头绪毕竟这个复活死人呢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假 其实你要说让这个尸体重新动起来的话我再行就咋的都能让他动起来是不是啊但要说让他是重新拥有主观意识和思维逻辑的话就多少是有点棘手的 不是啊既然你没有十足的宝宝的话那你为啥还非得要答应人家呢那我总不能把他媳妇的破嘴给封上跟他身上去 那完成以后我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咱小夫来是一边望着窗外的美景一边控制身体呢在做科学实验那家给他冒人下子就讲话呢你能不能憋老一身二用就多少丑着点这要不是我个旁边就打下手的话实验室早的马上你炸的看你这话是我的 这脑力劳动啊本经验跟体力劳动是分开进行啊我的身体跟脑袋也大部分时间都是分开的只有必要的时候啊就才会将这两者是结合到一起 那么也正是这几句话啊是让咱小夫兰的思路就一下就清晰了知道吧就讲话的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复活死者的话就也不是不可以是不是就只要能找到相同基因的载体啊再将两者重要的器官那是结合到一起他不就行了吗 那随后话没转呢就来到咱孙姑子这边了这原来他儿子的死就并不是一场意外啊就而是他亲手安排的谋杀毕竟他们家呀这老爷子在前不久刚刚去世的时候啊是在临死之前啊就立下遗嘱要把遗产就全部留给孙子就所以说他家在中间就很尴尬 大了你知道吧就整不好一毛钱都捞不着不说啊这没准以后还得看儿子的脸色过日子你想想就憋屈啊哈哈 就所以说他这一不做二不休啊这先制造意外弄死儿子啊就再去请求傲天博士帮忙只要能把他复活成植物人就除了心脏汇动之外呢其他地方全贪患我就能继续是掌扣财政大权 但是奈何呀这傲天的面他是没见着不说呀还惹上了小富兰这么一个二把刀问着吧就按照小富兰的意思就是啊想要复活你儿子的话可以啊但是前提是得先从你身上开启到毕竟他身上大多数的器官呢都已经是坏死了只有把关键部位啊就嫁接到你的身上接住你体内的倒血干细胞就才能重新带动他的身体机囊那是实现复活的目的 但完事以后你就看见吧就这节目呢可谓是说干就干啊就是可怜了咱们的孙徒的呀 在被麻醉之前呢就依稀看到了小富兰伸出了八只手拿着他妈十六把手术刀就向自己看来呀虽然说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不到任何的痛苦啊但是却能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器官正在一件件被摘除一件件被替换呢甚至到最后啊就连这个大脑都一块正被扯了出来那么想到这儿这大哥也是直接就惊醒了你知道吧就本以为呀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啊就却不料这助理竟直接 告诉他说这个手术很成功啊就您已经是昏迷了有一个多星期了那完事以后呢咱孙徒的听完这话之后啊就感觉自己的脑袋就疼得裂爱啊就好像说这个脑子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跟自己争辩一样就说什么被你杀害的这份仇恨啊我可是一直记在心里呢不过我并不怪你是不是啊就谁让你是我的好爸爸的那今后吧就让咱爷俩那是好好相处还是好好的说说心里话吧那没有错这经过小富兰的改造啊就现在这副身体可不再属于孙徒的一个人了 哈哈本片完啊就咱讲话来就从这个造型我刚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就他俩非得憋着一个人哈哈那行了本期视频呢居然倒是了啊这玄子小伴也别忘了是多多三连支持一般莫再